21岁孙颖莎已成为国拼女队的核心人员之一 在过去的80场外战当中 孙颖莎没有输过一次 也真正成为国拼女队名副其实的的外战小霸王 孙颖莎可以说是在东京奥运会上一战成名 东京奥运会上虽然获得女单冠军是陈梦 但是当时国拼最大的竞争对手日拼女队伊藤美成 是国拼最大的竞争对手 在伊藤美成获得混双冠军士气震望的时候 如果让伊藤美成单打项目上进入到决赛和陈梦进行对战战化 陈梦不一定能够击败伊藤美成 在这关键的时候 孙颖莎站了出来 阻止了伊藤美成进入到决赛 甚至打哭伊藤美成 为陈梦拿下奥运女单冠军保驾护航 12月31日 中国奥委会发文称赞了孙颖莎 并在文中说到 经过三大赛事孙颖莎变得更加沉稳 赛场上对打球的节奏和把控也是越来越好 之前在赛场上出现无谓的失误 有点控制不了 但是现在对自己更加了解 对局面的把控也有很大的进步 特别是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 两次横扫伊藤美成 关键时刻稳定军心 值得信赖 通过中国奥委会发文 可以看得出来 孙颖莎在经历过国际比赛之后 不但已经突破了自己 同时孙颖莎也是国拼女队状态 发挥最稳定的一个 喜欢孙颖莎球迷 都知道在东京奥运会全运会 和世拼赛当中 虽然孙颖莎没有拿到女单冠军 但是每次都会打进决赛 相对于陈梦和王曼玉来讲 稳定的发胡更值得信赖 特别是陈梦 在东京奥运会之后 一直处于低迷状态 在世拼赛当中没有闯入决赛 孙颖莎稳定的发挥 已经成了女队当中的一根定海神针 并且在WTT世界杯决赛上 孙颖莎也是拿到了自己人生中 三大赛事的首个冠军 不过比较遗憾的是 自全运会之前 孙颖莎的主管教练黄海诚 就离开了国拼队伍 到目前为止 孙颖莎的主管教练还未确定下来 很多球迷认为孙颖莎在比赛上 没有取得女单冠军 主主要原因是没有主管教练 如果长期这样 很容易对职业生涯带来影响影响 不过比较幸运的是 孙颖莎通过自己努力和自律 始终在不断的进步 就如孙颖莎2022年对自己说的话 突破自己实现目标 在接下来1月份的WTT澳门冠军赛当中 我们非常期待孙颖莎的表现 同时也希望刘国梁 能够尽快确定孙颖莎的主管教练 对此兄弟们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